北海道大雪清洁人员忙着铲雪 另一头新千岁机场 则是挤满大批滞留旅客 日本北海道闸晃 两日暴雪新千岁机场 国际和国内的航班 23号几乎全部取消 华航长龙班机都受到影响 台湾团有六团三百多人因此滞留 而随着大雪逐渐趋缓 目前飞往台湾的航班已陆续恢复 但在国泰航空柜台前 人有大批乘客很不满 这些乘客原本搭乘 22号国泰CX583航班返回香港 却因为这场大雪 足足被滞留三天 只能在机场打地铺过夜 而令他们更不满的是 国泰航空明明有班机起飞 但并没有优先安排 原定22号返港的旅客登机 来不及消化大批旅客 不止机场 JR北海道线和杜润 也一度全面停时停航 这场北海道包雪 创下50年来 12月份降雪量最多的一次 也让日本札幌地区 陆海空交通大打劫 这影片与综合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